哦呦想不到啊想不到 这次新出的KPL限定皮肤 竟然会是潮潮这个招老头子 叫做天然征服者 这货我连英雄都还没买 不过这个开场动画确实霸气了 这老头还真的有点帅 这场景这墨镜这皮分 加上这手柄带话筒的大宝剑 你就是打算开32场演唱会吗 而五魔星没得爽 帅得压皮 技能特效的话 跟往常的KPL限定皮肤差不多 技能和平A扇都附带有水晶颗粒感的特效 特别是一技能的第三下杂地 很酷炫 二技能丢出去的应该是一个C的特效 这个C应该表示的是潮潮的首字母吧 大招就比较酷炫了 潮潮仰天高歌一曲 四周时空破碎 鹰腹奋飞 脚下还隐约出现了KPL三个字母 看来这三十二场演唱会是泡谱掉了 我们来看一看实战的效果 哇 看起来手感应该还是不错的样子 特效连起来也非常的乐趣 看得我立马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我心中苦练数千局的国服潮潮 买个英雄先 想必以我高端的意识和操作 上手也只是分分钟的事 玩潮潮极其考验玩家的手术和走位 想要打出最高的伤害 连招的技巧是1A1A1A 每段一技能都要瞬接一个平A 最重要的是手术一定要快 否则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潮潮很不专业 一个优秀的商当要懂得团队合作 很显然我们的鱼机赌上了身家姓名 将貂蝉的技能变乱 我们自然不能辜负他的一遍心意 还是我说的那点 想玩好潮潮一技能的连招一定要快 配合平A就能打出瞬间爆炸伤害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本视频未经加速 想看细节的请自行调节减化速度 啊还有个调查 我的大招就是给他留着的 有大招的潮潮打调查 那真的是毫无悬念的 不信我们再来吃 第三段位移留着他要逃跑的时候 一个大千诈 直接摆 一个优秀的商当要懂得如何切入 何时切入战场 就比如这波 现在尚是旺旺不可的 得得到他们的技能用光 既然队友时不时的 那就和他们自己的召化了 估计他们都没什么大招了 那呢 溜了溜了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